花莲四面佛信仲与以歌会友协会 以及男人帮公益团体 共同捐赠了300盒的蛋糕 给花莲市清洁队 感谢队员们终年辛劳 市长为家艳是特别颁赠了感谢状 也相信清洁队员们 在接受到社会的社团的鼓励之后 更会有动力把市容环境清洁工作做得更好 300盒的美味蛋糕送到花莲市清洁队 这是由花莲四面佛信仲 还有以歌会友协会及男人帮公益团体 共同捐赠的暖心蛋糕 要感谢清洁队员终年辛劳 维护大花莲地区环境清洁美好 因为我每年都会送 一个弱势家庭 还有这个弱势家庭 还有弱势团体 然后我们享受花莲市工作 帮我们市民清洁垃圾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就送了这个三百份 来慰劳给这些 队员 我们有大概十五个单位 真的十五个单位 一千三百多份 花莲市长卫家燕 十分感谢来自宫庙社团的支持与鼓励 今天是我们四面佛以及以歌会友 还有我们男人帮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四面佛许小勇董事长 长期以来对公所 只要有物资的需求 之前也是捐过了一些 非常不错的一个面食 捐了好几百份的面食给食物银行 那这次又特别捐给我们的 自工所清洁队 那他也刚刚也说过 其实清洁队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除了揭扫 还有清沟 还有灯隔热 还有一些储宠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台风天的时候 要随时的来支援 我们的水沟的堵塞 那其实他也了解 那今天他赠送了三百份 是要分享给我们所有辛苦的 我们清洁队的同仁 那在这边再次的感谢他 魏嘉燕表示 受到这么多企业社团支持 清洁队员会更致力 做好环境维护工作 同时他也欢迎更多企业社团 可以捐助食物银行 让有急难需求的民众获得帮助 叶鲁会幻市报导